画面中远远的就可以看到 前方路上有一阵浓浓的黑烟不断往上窜 再仔细一看 路边一辆银色自小客车冒出橘红色的火光不断燃烧着 看起来十分骇人 事发地点就在新北市五谷区 台64线西行11公里处 周四下午2点多 一名59岁的卢姓男子开着自小客车 行进该路段时不明原因车辆突然起火 他当下立刻把车停靠路边通报消防队 警销货报到场后 随机借户现场疏导交通 将火事给扑灭 索性当场没有造成任何人员伤亡 相信的事故原因还有待调查